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57回 中年倒是听完这话,绿沉吟也只得苦笑一声 二位都坐车决定了,贫道一人还能溜走不成吗? 不过,我要先送钱丫头二人走掉,才能放手一搏呀 哼,什么学校啦,竟然还挂记区区两名灵徒弟子 算了,我来帮你一巴巴 头头哼一声,几根手指微微一动 下面原本包围封道的两头傀儡狼当即一动,并肩直奔雾州飞去 松立声,站在对面的绊交妖物只是一动,就一个模糊不见踪迹 这让中年道人三人同时一惊,做出了防御姿态 哼一声过后,一头朝雾州飞去的傀儡狼 被一只红色利爪冻穿头颅而过,一闪爆裂而开 阻近刚闪现而出的绊交妖物在张口,又一道赤红光柱喷出 呼的一声闷响,另一头傀儡狼在红光过后,同样爆裂而开 这一幕让中年道士等三人均都是讨喜利口良气 可不得你们下弟子了,动手吧 夫人一咬牙,利喝一声,随之单手一动 从袖中抽出利口青色短剑,往空中一抛 当即口中念念有词 偷偷在心堂两头傀儡瞬间被毁之后 更是二话不说,两手往怀中一摸,再同时一扔 当即一红一蓝,两颗圆球一飞而出 一阵咔蹦咔蹦变形过后,化为了一条蓝色巨虎傀儡 和一条赤色的巨蟒傀儡 两只傀儡刚一现出,头头袖子再是一抖 两块拳头大的红蓝金石一飞而出 准确无误的没入到了两头傀儡兽大口之中 原本死无一般的两只傀儡兽 当即一个墓中狼弓一闪,发出呼啸之声 另一个则吃之声一响,口吐红杏,腰头白尾 中年到时,脸色阴沉的一拍腰间皮带 当即一滴五颜六色的俘虏一飞而出 化为一排,挡在了身前 半交妖物见到此景 墓中一丝凝瑟闪过 猛然一步迈出,身躯顿时就化为了一连串虚影直扑而去 只是一个恍惚,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了 离中年妇人十来丈远的地方 赶! 妇人见此心中一跳 但口中却毫不迟疑的一声低贺 用手猛然一点空中青涩短剑 此电一阵过后就化为力道寒光 往对面一劈而去,砰一声 半交怪物一只利爪指示一动 就发出了金石一般的将寒光一颗而飞 同时再张口,一道红色的光柱 冲妇人一旁而去,擦一声 中年道士用一根手指冲身前三根符露同时一点 妇人身前顿时就浮现出了三层白茫茫的光幕 洪光一闪而视过后 一下子将三层光幕同时洞窜而出 这才堪堪用完的溃散而灭 就这样 还是让妇人大吃一惊不由自主的 蹬蹬蹬的倒退了两步 轰轰两声过后 蓝色巨虎和赤色巨蟒同时一扑而出 但是半交妖物却一个窜出过后 就身躯忽然透明的 凭空不见了 于道友小心 中年道士在山前一只俘虏 一下子自然起来 默然转手 从妇人大叫一声 妇人闻言一喊 单手一掐绝 青色短剑 叮溜溜的一转 就化为了一层剑木 将都护在了其中 一只红色利爪一闪而现 瞬间就洞窜剑木而过 再从妇人胸前幻影一般的一抓而回 而妇人只觉身前一凉 胸上就凭空的多出了一个血洞出来 这个时候身后十几帐外的虚空处却淡淡的红光一现 半脚妖物手捧一颗血淋淋的东西浮血而出 目光中猙獰之色一现 手腕一抖 一口将手中的东西吞下了肚子 啊 你吃的是 不认这才明怪过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满脸恐惧的一声叹叫过后 就浑身立体尽丧从空中跌落而下 不行 快用鸭箱几人手段吧 否则的话 我们也性命不薄了 偷偷一见妇人陨落 心中大寒 急忙冲着中年道士一声低贺 好吧 中年道士同样心中俱跳 一听此话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一声 当即他在身形骤人之间滴溜溜溜一转 身前所有的福禄一闪全都爆裂而开 下一刻 暗娇妖身上 无数的符纹涌下而冲 化为了数条五色符链条 将其一挂而冲 与此同时的 绿绿般的头头也一掐绝 蓝色巨虎和赤红巨蟒傀 和剩余的几只狼傀傀同时一扑而去 尚未震的扑到 就纷纷在空中发出了刺耳的光目 使暴力而开 刹那之间五颜六色的巨大的光球 在轰鸣声中浮起而出 瞬间就把那绊交的妖物身形淹没了 一声凄厉的煎鸣 从光球当中发出 接着一股恐惧至极的气息 突然从中一脚而出 所过之处连虚空的嗡嗡作响 不好 这妖物竟然没事 我们快走吧 能跑一个十个 偷偷一见刺警 当即恐惧大叫 随着他单手一扬 又一颗青色的圆球一滚而出 并瞬间化为厉头青色的木鸟 将其托起 兄弟一声 偷偷就骑着木鸟破空而走 周年倒是脸色目睹此景 更是难看 一咬牙也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土黄色的符碌 往身上一拍再单手一掐绝 几个闪动 诸然出现在了雾州之上 他两手各自一动 就将地上的前十姐和绿山少女分别抓起 大不一迈就出现在了雾州外十几丈远 再几步过后就足彩虚空化为一个小黑点 远去了 还留在雾州之上的柳明 目睹这一切 不禁目瞪口呆了 虽然雾州上 其他人全都躺在甲板上是生死不知 但是柳明这么一个大活人 中年倒是 他不可能没看到吧 可是这位张师叔啊 根本没理他 就一阵风似的只带着前十姐二人逃走了 这让他心中一凉也只得自救 柳明想到这里 原本盘坐不动的身躯咕咚一声 也倒在了甲板上 与此同时呢 其气息和体内的血液流动 全都一下子变得若有若无起来 这正是他施展了必须密技的效果 轰的一声巨响过后 空中巨大的光团终于在里面恐怖气息 在一张过后爆裂而开 一阵热风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 方圆离许之内的一切 被这股热风一卷过后 纷纷的模糊不清 甚至风道木舟和雾舟两件飞行器具 也一个当场溃散而灭 一个玩具般的被卷出七八个跟头 在碎裂而开 柳明则只觉得身下一空 整个人就和其他蛮鬼宗弟子 全都从空中跌落而下 他这一惊之下 却不敢提动法力腾空 只能在快要摔倒在地面上的时候 袖中一根粗大的黑锁 向下方一抬而出 呼的一声过后 李柏明一下子斜着横挪竖尺之远 不但坠落之势 减缓了大半之多 并且避开了下方一块 看似十分坚硬的青色的石头 但就是这样 他从如此高的地方落下 还是不禁一咧嘴 只觉得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疼的呀 好在现在的骨骼 那比以前是结实了许多 倒是并没有出现骨折的现象 他都如此了 其他蛮鬼宗弟子的下场 那就可想而知了吧 最近的几名蛮鬼宗弟子 全软绵绵的躺在地上 身下全是鼓鼓流出的鲜血 明显已经气息全无了 这个时候光团爆裂的原处 半焦妖物重新显现而出 可除了身上焦黑了一些之外 何然并没有增添半分真正的伤害 反而独目中一丝暴虐涌现而出 一只爪子骤然朝下方 虚空一抓 收了一声 先前驱使飞溅的妇人的尸身 当即从地上冲天而起 一个模糊的就落在此妖罩中了 半焦妖物大口一张 一下子就咬去了妇人大半头颅 在几下咀嚼吞下之后 又一声坚明之声发了出来 再张口冲下方喷出了一团赤红的火球 就带着妇人鲜血淋淋的尸身 化为了一股黑风也远去了 看其所追的方向 赫然呢 正是那头头所逃方向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过后 看似普通的火球 刚一落到下方地面上 竟然化为了跟火柱冲天而起 滚滚火焰当即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 化为了一片滚滚赤汗 所有沾染到火焰的东西 无论说是树木石头全都瞬间飞回泯灭 几声惨叫发了出来 赫然有几名含有气息的风道邪羞 在火焰中挣扎了几下 就和其他人一般化为了灰烬 不愧为化精气的优手啊 随手一击就有这样的恐怖威能 而六名在火球落下的时候 就也知道大事不妙 再也过不得赤胶是否会重新返回 飞快地从身上掏出树张浮露 一口气地给自己加持了树层光芒萌的光照 再一拍养魂带 将白骨蝎一招而出 白骨蝎心念相通之下 刚一在光照中显身而出 立刻张口喷出了奇寒无比的滚滚音气 将康康逼近的赤叶略意阻挡 就带着柳明向某一方向一冲而去 砰一声 当他和白骨蝎堪堪逃出火海的时候 身上一层光照 也未能耗尽碎裂而开 柳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 回头望了望火海 脸上不禁满是后怕之色 他刚才若是吃了半点 恐怕也会荡身于此 不过呢 刚刚够来的数张防御服录 却几乎耗尽一功 这让他不禁很是心疼啊 可话说回来了 若是没有这些福录 他这条小命 今儿可就保不住了 柳明心中这么想着低头 看脸白骨蝎 只见这头鬼物 在短时间之内 喷吐这么多阴气过后 也变得无情打采了 柳明为了以防外衣 并没有立刻召回白骨蝎 而是扫利亚还在熊熊燃烧的火海 又面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 如此厉害的火焰 其他人身上的福气 零食等东西 自然全都无法幸免 否则说不定还能捞些便宜的 至于说满鬼从陨落在此的其他弟子 对在胸道上不知见过多少人命消失的他来说 除了心中有些感慨之外 倒也不会有什么悲伤情绪 柳明略思量过后 让白骨蝎钻入地下 自己则朝先前那名妇人掉落之处 飞快走得过去 虽然说此妇人失一身 已经被那头妖娇射了过去 但其掉落的那口青色的短剑 应该还在附近 既然能被妇人 这名灵师用来应付大敌器物 那肯定是灵器之流 并且多半拼接不会低 这种宝物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自然不能放弃啊 哪怕说是冒着那头赤胶 重新返回的危险 也要找成一找 好在那名妇人原先掉落之处 她记得很清楚 片刻之间的就到了附近 并一眼看到了半叉在某块石头中的青色的剑柄 大喜之下就要走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一颗树木之后人影一晃 赫然也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一看到对面同样出现的柳明 脸上的神色也是一宁 柳明心中吃惊 神色一下子凝重的飞快的打亮了这人几眼 只见来人灰色长袍 三十来岁 满脸惊悍之色 手中提着一个黑乎乎的短锤 也阴晴不定的正在看着柳明 松道 柳明一看清楚对方的面容之后 几乎瞬间就有了判断 心想此战恐怕是难以避免了 虽然并不知道对方是如何能从火海中逃得性命 但明显也是冲着这口灵气短见而来的 小子 原本你能保住性命 还算运气不错 但现在碰到你家大爷 你可又算倒霉了呀 灰袍男子冷笑一声 手中短锤猛人一挥 就冲着柳明摇摇一擦而下 接着单手再掐掘一甩之下两刀锋针 一切一号扑的起射而出 虚空中一声问响 一团白萌萌的气团流星一般的 冲着柳明飞了过来 砰一声 柳明手臂一动 一根黑锁一起而出 将气团凭空抽飞了出去 身形一个晃动过后 两道风筝就几乎紧擦了他的身躯 一闪而过 将后面两棵小树一然两结 灰袍男子见此 瞳孔微微一缩 再一晃短锤浮气 顿时啊 一面黑色的光幕 从上面一剑而出挡在了前面 接着 此男子将短锤一抛地上 两手飞快的一掐掘 口中就是念念有词 下一刻 男子身上 有一眉眉黄色的符纹 忽然飘舞而出 同时 附近虚空 也开始嗡嗡作响起来 一缕缕黄光 凭空浮现 飞快的 王府间上空凝聚而来 原力激荡 高阶法射 柳明一剑 此景脸色一沉 也两手飞快的一掐掘 在一扬 当即嗖嗖之声大作 一道道风筝 击视而冲 转远之间就射出了 七八道之多呀 并且后面是青光闪动 更多的风筝紧随其后 虽然 高阶法术是威力惊人的 但是越高阶的法术 释放的时间越长 柳明想 现在呀 是绝对不能给对手机会的 灰袍男子 福气所放的光幕 纵然凝厚 但在如此多丰刃的斩杀之后 也只是支撑了片刻 便碎裂而开 灰袍男子大吃一惊 急忙施法向一侧异滚而开 但就在法力反噬下 忍不住还是张口 喷出了一团惊喜 但是没等他站起来 更多的风筝已经从柳明手中弹射而出 逼着他根本就来不及采取其他的防御手段 只能双足撒开时连连躲避 一开始啊 他还想等着柳明施法间歇 也好能缓人一口气 但是等看到后面风筝是越发越快 对方诗法甚至连口诀都没有念完 终于大为恐惧的诗声叫了起来 风筝术大圆满 射发法术 你你竟然凝结成了树印 一说完这话 灰袍男子再也没有任何由于一转身 向后面狂奔而逃 竟然那柄短锤福气 都不敢再去捡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摩天记第58回